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女星川岛直美9月底因罹患肝内丹管癌病逝 祥年54岁 令明初老公凯中俊炎悲痛万分 在丧礼中毫哭不能自已 令人揪心 她生前以爱狗闻名 养了肉桂和可可两只长毛腊肠犬 其中肉桂已经离世 可可在她过世之后因为再也找不到主人 难过的三天吃不了任何东西 据川岛直美的经纪人在部落格PO文表示 她24日过世当晚 爱犬可可也获得医院允许 见她最后一面 尽管告诉小狗是妈妈哦 但是狗狗却做出不愿意相信的反应 最后还是让可可吻别 一起陪她的遗体返家 可可似乎感受到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从那时起连续三天都无法进食 没有精神显得很悲伤 可可在川岛直美告别室当日也被带到现场 再次吻别永远沉睡的妈妈 也默默地在后面目送灵车出发 她因为性格好动不稳定 被川岛直美昵称暴君 像儿子般被宠爱着 如今再也听不见最爱的主人喊自己的名字 好动的模样也变得安静许多 川岛直美的经纪人把这段过程PO出 令不少人非常揪心 网友纷纷流言打气 大家都希望可可尽快振作精神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女星川岛直美9月底 因罹患肝内丹管癌病逝 祥年54岁 令明初老公凯中俊炎悲痛万分 在丧礼中毫哭不能自已 令人揪心 她生前以爱狗闻名 养了肉桂和可可两只长毛腊肠犬 其中肉桂已经离世 可可在她过世之后 因为再也找不到主人 难过的三天吃不了任何东西 据川岛直美的经纪人在布洛格PO文表示 她24日过时当晚 爱犬可可也获得医院允许 见她最后一面 尽管告诉小狗是妈妈哦 但是狗狗却做出不愿意相信的反应 最后还是让可可吻别 一起陪她的遗体返家 可可似乎感受到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从那时起连续三天都无法进食 没有精神显得很悲伤 可可在川岛直美告别室当日也被带到现场 再次吻别永远沉睡的妈妈 也默默地在后面目送灵痴出发 她因为性格好动不稳定 被川岛直美昵称暴君 像儿子般被宠爱着 如今再也听不见最爱的主人喊自己的名字 好动的模样也变得安静许多 川岛直美的经纪人把这段过程剖出 令不少人非常揪心 网友纷纷流言打气 大家都希望可可尽快振作精神